部長好,我想早上一天有人問財惠珍的事情 就是說表示我們這些男軍官很不尊重女性 我要舉一個真實的例子給部長了解 我們有一個國會聯絡人,碰到其中一個助理 他講了一句話,他是有點厚道 其實厚道看起來蠻漂亮 他只是跟他講一句話,他說 你覺得你很像一個人 他說誰,李登輝 結果那女孩子回去哭一個晚上 第二天要求去整形 那這就是什麼 他後來才知道事情嚴重 他講那樣的意思,其實他沒有別的意思 只是他講他有點厚道 結果聽著他會覺得說你是不是說我很難看 因為他覺得第一個 一個是已經將近九十歲的人 怎麼可以跟二十幾歲女孩子比 所以他自己會去這樣想 所以我想說以後在機會教育裡面 要請我們這些軍官 大家都熊啾啾氣洋洋 但是常常可能會有口無心的一句話 會去傷到人家自尊 而變成日後他心中永遠的陰影 你們都是說實在 你們都是真的是大男人 我當時沒有去注意那小細節 但是常常不經歷一句話 真的一隻 一個小草都會 會半倒一個人 半倒一條船 所以我希望說在 談話的過程 讓他覺得比較尊重一點 另外一點我要來談的就是說 軍歌 早上我剛剛也問了說 早上有人問到那個軍歌 要不要改男女平等的問題 3月8號那天在記者會的時候 我們慶祝婦女節記者會的時候 我在場 馬總統確實有找我們那個 海陸的那個女生上去唱歌完之後 他裡面寫什麼男兒最豪壯 他問他說你對這個男兒最豪壯 你有什麼看法 他說沒有看法 那總統確實很訝異 意思是說你是女生怎麼會沒有看法 他說我建議回去建議一下要改軍歌 後來呢 我們那女生好像也不敢表態 他也不敢表示什麼 他說你就回去說 是我說的 是總統說的 欸總統說了這就不一樣了喔 那我不知道你們到現在是 有聽沒到還是沒感覺 還是有沒有什麼計畫 這個我們有計畫 就是這些歌詞 有些要尊重一下這個原作者的 智慧財產權 但有一些 那時空不一樣啊 時空不一樣 我們要尊重各單位的做法 我們現在我們已經請總戰局 做一個全面性的檢討 哪些歌詞 或者在傳統上 或者在各自表述上 應該用什麼方法 我們會做一個研究 好 那我們剛剛講嘛 男兒最豪壯 是要改男女最豪壯 還是兒女最豪壯 還是怎麼樣 這個東西 因為你說要尊重當事人作者嘛 對不對 時空背景不同 現在真的是有女生啊 那如果叫我一個女生 我唱男兒最豪壯 我絕對我會認為說 我明明是女生 是不是也必須要去顧慮到 男女平等的一個感受 在你們檢討的過程裡面 會 我們全部都會考慮這些因素 在內 有沒有可能 乾脆就 把這個廢掉重新 弄一個新的歌曲出來 我們都會 所有的選項都會考慮 告訴我時間表 這個時間可能還有點時間 多久 應該不會那麼快 沒有 你還有一點時間 不會那麼快 很空洞 多久 六個月 三個月 現在問題 我們會收整 所有不同的 是嗎 我的意思是說 你至少總統都說話了 你怎麼樣等明年3月8號再問一次吧 明年3月8號再問說 那個軍歌有沒有改 沒有 這年過了 我能不能了解一下 你大概多久會有 你們通盤的檢討 考量出來 要不要改 或怎麼改 大概兩到三個月 因為很多歌曲 二加三五個月 兩到三個月 所以三個月內 所以我們現在是3月15號 我們大概4月5月6月 6月15號應該就會知道 可不可行 要怎麼改 方向是什麼 對不對 各部會整個 每一個單位只要有個 涉及到男女不平等的部分 我們怎麼樣來做一個檢討 希望未來 這個男兒的部分能夠統一口徑 我的看法是說 你們要改 也必須要把所謂的 沒有女生加入進去的 這一句話呢 要有一個統一的規劃 不要又各部改的又不一樣 這樣就覺得很奇怪 這是我加入的建議啦 接著我再請教就是說 34度以上就 是不是我們就不出操 沒有聽說過 沒有聽說 為什麼人家就說 你們34度不出操 現在聖英起義 可能暑假你們都不用出去囉 報紙上寫的不見得對嘛 那你們也不澄清 澄清過了 沒有啊 早就澄清過了 誰澄清 我們國防部 這個參謀事長是早就澄清 澄清報紙有登出來嗎 我怎麼沒看到 我只是報紙寫說 34度 以前是說32度不出操 而且必須一天喝3000CC的水 沒有 早上八點鐘以前不出操 下午六點鐘以前不出 六點鐘以後不出操 那現在又改34度 那你 從來沒有 從來沒有過34度不出操的嘛 那報紙有登出來 我是看到啦 但我沒看到你們回應啊 我們有回應 委員沒看到 不是 那你告訴我哪個報有登出來你們回應 不是 請問我 那我從哪裡去知道你有回應 請問你 我現在如果沒有從你的網站 沒有從報紙 難道我要在裡面上班才知道你們有什麼回應嗎 那你的回應是要給大眾知道嘛 因為報紙登出來是給消費者看的 給大眾看的啊 所以你們回應也應該要是給大眾看啊 一次沒有你兩次甚至你可以打電話到報社去說 你們登出這個部分你應該要問我的意見才能平衡報導啊 委員意見很好我們會這樣做 那我沒有我現在問他 問問你呢 你告訴我你們有回應 那有沒有報紙有沒有登出來 報紙沒有登出來 對呀這樣有回沒應嗎 我們有跟記者有說明 到底為什麼記者不登 我們現在只有三四度 三四度只有要求避免在太陽曝曬之下來超課 並沒有說不超課 很奇怪 我們以相對濕度來衡量 如果沒有出太陽怎麼會三四度 下雨天會三四度喔 你講這話很矛盾耶 三四度避免在太陽下超課 那難道你們是到大宿下或是到廟裡面還是做殘坐 叫醋超 報紙跟您報告 我們有很多是可以在室內超課 我們很多這些超課的地方 除了室內在樹蔭底下 我們現在所有的部隊大體上都有樹蔭 都可以在樹蔭底下來超課 而且很多課程它不需要一定要曝曬在太陽底下 我想這個部分最主要還是考慮到整個官兵的 這個身體的問題 好啦 總共就是滷肉腳 滷肉腳 所以不敢插就對了 但是我覺得 有時候既然是當兵 進廚房不怕熱 既然是當兵的話 必須鍛鍊強重的體魄 這個部分 你們也必須要有一定的一個做法 而不是只顧慮到身體的問題 游泳課可以游嗎 都可以 所以 就是一些柔性的運動 第一個樹蔭下 第二個在室內 第三是游泳 都是柔性的就對了 那如果整個樹蔭都三十幾度的話 那最愛的平衡都不用拼在一起 好 留待你們再重新思考 最後一句話 主席最後一句話就好 現在文創法通過了 我們有很多眷村其實很值得保留 眷村文化可以帶動文化創意產業 我想那天我也問過那個 退服會主委 退服會主委 似乎還沒什麼特別感覺 我所做的意義 我想要 因為 部長你是主委上來的 我希望能夠重新去普查一下 我們所有的這些眷村 眷村如果有些有特色的部分 我們可以結合電視劇 結合偶像劇 結合電影的一個宣傳 把眷村文化推廣出去 把這個眷村文化變成一個文化產業 也未來可能變成一個觀光產業 更是一個商機 是 同意嗎 同意 好謝謝請回